請注意 指英編合操續用語 不適宜儀同及義打慢陣人士觀看 在開始之前賣一賣廣告書 這條片是由Emma藏浴贊助 This video is brought to you by Emma Mattress 字幕提供 飛不到歐洲 不如等歐洲過來找你 8%歐洲製造的Emma藏浴生產之後就會馬上進空包裝 包補送來香港還是原汁原味 家分不慣歐洲藏的都不要緊 買回去100日之內都可以無條件免費退貨全額退款 不過Emma憑著她的德國技術拿了30個國際獎項 不止何呢 比利時和法國消委會都頒獎給她 她甚至在英國和澳洲等國家都獲獎無數 供應是正野的Emma藏浴 不知哪個訓練會不喜歡呢 不用怕在歐洲送過來要很久 Emma做到最快每天送貨 今天下單最快明天就收到啦 雖然你用我這個Discount Code我沒用收 但你就會有額外優惠 最多還做到600折按底 今次Emma還想醒過Emma枕頭筆有緣的成果之友 讓我去參加這條影片日記範圍活動啦 之前拍過一集跟著iHub的暢銷榜來買 結果都不是樣樣適合 今次我就用我的自由意志 選了一些我覺得可能會比較好吃的東西回來 試一下究竟我的縱服量有多硬 先試一下 鮮尼巴好像很穩陣的 它是包巴馬神芝士脆片 打開已經聞到那種香得來又不假的芝士味 雖然網絡份量不算很多 片片又不是很大塊 但是它們快快都厚過5元餅 厚得來又未至於咬它不入 吃起來硬得來很脆 有點像米餅那種硬脆的口感來 味道上比一般味精芝士片感覺高級很多 無論是顏色還是味道都很自然 鮮味真的像拿著巴馬神芝士來 每一種金香芝士味 不過當然不是陳年芝士那麼有心度 脆包包的零食來講 它算是好小鹹的 不會噴幾塊就口渴 它的包裝是拉鏈袋來 整體不是濃味的零食 不是行送手的路線 我本身都幾滿意 原因投訴是它山場水遠運到來 有不少都碎了 而且它又真是比一般脆包包零食貴一點 如果你喜歡些香口得來 不從口味的零食的話可以想想它 芝士脆片舞伏還多成功 不知道這盒迷你芝士夾心餅又怎樣呢? 以標榜有機的產品來說是不算很貴 買回來沒有特別的保鮮包裝 都是普通紙盒裝著一包 沒得放在一起的餅餅 打開雖然聞到芝士味但就不是很濃 倒出來份量都不算少 還要沒什麼碎到 就這樣看就沒什麼特別了 塊餅本身雖然都是行鬆脆的路線 但比起香港賣開的牌子質地更實 空氣感沒有那麼重 吃落麵粉味比較明顯 是種實在而且吃得飽人的餅來 芝士夾心的部分就這樣舔下去有些鞋 芝士味有不過不算好勁 而且還有少少鹹過頭 不過夾上餅吃的話就不覺得有鞋口或過鹹的問題 帶上就是一塊有淡淡芝士味 鹹鹹香香的餅仔 還有種越吃越香的感覺 麵粉多快的話雖然口都沒多鹹 但就好想喝水 還感覺到咀唇有濕油搭著在裏 這盒餅我覺得要求不太高的話可以買來試試 至少要我吃迷去我都濟 不過千萬不要對芝士味有過分期待 不是好濃的 之後這包brownie脆片我都不時都在香港見到 但沒吃過又按回來試試 還有拉鍊袋包裝 剪蝦這下聞到淡淡的朱古力味 夾著一層不算好聞的油味 這些脆片本身應該是方形大大塊的 現在碎一點就變得好脆性了 片片看起來有少少風潮的感覺 咬起來雖然硬不過同時都好脆 吃起來比起像餅乾 它更加像會放在天使蛋糕上面 那種焦糖脆脆的質地 吃起來不算好甜 但我自己就不是那麼喜歡它的味 朱古力粒就說有很多 但有點像金幣朱古力的味 同時它都跟聞起來一樣 吃到一層不可以去抽 但都沒有加分的油味 看它的包裝那麼吸引 我自己吃完就真的有點失望了 不知道這陣子會不會跟金幣朱古力有什麼關係呢 幸好打開聞到好正路 有股不太小朋友的朱古力味 用力索還有那麼多橙香 開出來是一排18粒連體的朱古力來 反轉還看到裡面有一粒粒橙皮在 一粒粒像乾了的橙皮 咬起來有那麼多好像不是特地給你的脆脆口感 這排朱古力可可含量有55% 吃起來不像牛奶朱古力 是偏甜的黑朱古力味 苦就不至於 不過都有少少黑朱那種純香 入口橙味其實不算好濃 吃的時候只是有一點橙香在鼻孔中滲出來的那種味 正味不像人造香精橙味 以這個價錢來說 我覺得朱古力都算滑 整體來說都幾高 看來試多幾隻味都可以 接著這包是花生醬味的朱古力粒粒 是拿上手不是很大包的那種味 是沒有MMM's那麼colorful 裡面只有紅色和黃色的朱古力 它比我印象中的MMM's大粒少少 象深很多 不是薄痴痴的 糖衣裡面包著朱古力 裡面還有花生醬味的餡 不過就不是真花生醬味 一開始每落朱古力味和花生醬味的確不錯 糖衣裡面的東西都算幾滑溜 但當它們一溶那一刻 就有朱過濃的甜味出來 搞到整個口只剩下甜質 朱古力味和花生醬味都是過眼混淹 最後剩下的只有甜味 口還會甜很久 試完當頭不再投訴去太細包 還怕自己吃不完 之後這盒包裝特別一點的是傳統的荷蘭煎餅 開了之後有個膠袋 一袋裡面有八塊圓圓整整的圓餅 餅就像隻手板切好手指那麼大 聞到有一股甜甜的肉桂香 就這樣撕個下都感覺到它不是很脆的了 中間的夾芯有糖拉絲的效果 一股糖好像很嫩口感 但吃下去都不算甜到賴 咬下去就快疏氣的夾芯餅 又不是一點都不脆的 不過真的只有一點點脆 吃下去有一點雲呢拿牛油餅的香味 所謂的焦糖沒有焦香味又沒有苦味 反而是帶一點肉桂味的黑糖味味來 甜它就真的挺甜的 不過真心佩服它甜得來又不是死甜的 有個傳統吃法是將它放在杯熱飲上面 一會兒再吃 這樣蒸一蒸之後餅底有一股濕氣更淋了 裡面的夾芯比上溫吃的時候軟和黏黏黏 咬下去有那麼多軟心的效果 現在提供的所有味都比上溫吃的時候香了一折 吃到明顯的餅味、黑麥味和淡淡的肉桂味 但同時感吃都比未蒸過陣再甜一點點 蒸了齋趴的話就真的甜到我頂不順了 不過來送齋啡酒甜又真是挺過癮 如果你本身不是好甜得起的 都是想清楚才好買啦 吃完零食就試一下餅醬 這瓶是用牛油果油來做的蛋黃醬 聽說牛油果油在油之中算是健康一點的 不過我買它跟健康無關 純粹是好奇它有沒有牛油果味 它質地跟奇妙醬好似 都是稠泰泰的蛋黃醬來 聞下去最明顯是那股醋酸味 吃了都是醋味比較明顯的蛋黃醬來 不過又未至於酸到你嘴都摸起來那麼誇張 它比我最深的印象是吃起來很柔油 就這樣拍了督整個口和嘴唇都有一種含原油的油膩感 我同時擠了BB沙拉醬來對 雙味之下它沒有牛油果的款那麼油 質地清爽很多 比較兩款味道的話 牛油果這款酸味溫和一點 沒有各種吉人的感覺 同時它沒有額外加糖 所以吃起來甜味都少很多 牛油果這款吞了之後 有一點那麼多 不是好過眼的吃完牛油果那種果味後勁 不過如果用它來配搭其他食材的話 我猜味就會更加淡了 它不舒服又未至於好好味 如果為了健康選它的話 我都不會反對的 之後這包麵 我本身以為要開火煮 所以又留到最後才拍 誰知原來它不用煮的 說明開出來滾水中中就吃得了 打開黏著一大餅的 滾水沖餓餓餓都不算很難解開它 但就這樣摸下去真是好滾膠 呈起好像拿著抽電線的樣子 就這樣拿著一條來滾的話 就像一條粗身的橡筋 拉下蛋蛋的樣子 未至於好易扯斷 斷起來那下更乾脆過進橡筋那一陣 這款海大麵 食落和聞落都是沒有味的 咬下去真的爽得不像面 咬開的時候泡泡腥的 口感有點像糖水泡那些水蒸豬 不過再硬身一點又變成一條條的滾餓 我想不加工的話都好難好吃 那我就嘗嘗瓶乾水之後加點熱湯來吃一下 是碰到熱水之後的確又軟一點 但都無改它似橡筋的特性 吃起來一樣是那麼堅挺 那麼條條分明 咬下去都是波波腥感 它和橡筋一樣不是好吸湯之餘 還多滾水 所以就算有湯浸著都好 吃起來都是很清淡 可能有人會喜歡這種口感 我自己就不是走這個路線的 所以都不會翻到啦 雖然對我來說點面有點服 但總的來說 好像自己選的東西 沒有上次跟蕭良寶買的那麼順服 中伏之神是不是已經離我而去呢 如果大家有什麼iHot好推介的 不妨告訴我 齊腳的話 可能可以拍一集網友推介 嘻嘻 比較衣服 多府 到這裏 夠了 你 好